千呼万唤十出来 作为每一代都非常受欢迎的60级显卡 RTX4060和RTX4060Ti终于正式公布了 其中4060Ti 8GB版本将于5月24日正式发售 其售价3199元 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塞着给墙 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首先是各位观众老爷们 关注的价格和发售时间 RTX4060Ti 8GB版本 将于5月24日发售 起步售价为3199元 主要几档售价为3199、3399、3499三个档位 对比3060Ti首发的2999元 小涨了200元 而RTX4060Ti 16GB和RTX4060将于7月份发售 目前国外售价分别为499美元和299美元 在英伟达官网 RTX4060Ti还被特别强调为了1080P高性能显卡 甚至还引用了Steam网站77%的人使用1080P分辨率的结论 除此之外还点名说明60系甜品卡在Steam上的高占有率 可那是过去的60系显卡和分辨率统计啊 老黄你是在教我们游戏玩家做事吗 那说回RTX4060Ti共有8GB和16GB两种规格 均为GDDR6显存 RTX4060Ti 16GB搭载了很少线的B0结尾的AD106351核心 8GB版本则搭载了AD106350核心 都采用了台积电4nm工艺 两者均拥有4352个库大核心 最大核心频率为2.5GHz 显存频率都为18Gbps 带宽为288GB每秒 位宽为128bit TDP功耗为160W 除了节能之外 这个位宽让我感觉像是重回了1050Ti时代 显存速度对比3060系列有些许下降 而之前8GB版本在GIGABANCH上爆料的QDA跑分结果 和RTX3070比较相近 性能55开吧 RTX4060Ti意味达官方公布的FP32浮点性能数据为22T浮点 RTX3070的同一项数据为20.3T浮点 目前官宣4060Ti的性能是3060Ti的1.15倍 除了能耗比以外 提升幅度也太小了吧 另外RTX4060搭载了AD107400芯片 拥有37072个CUDA核心 最大核心频率为2.4GHz 拥有8GB GDDR6显存 不过显存的其他规格对比60Ti小砍了一刀 显存频率变成了17Gbps 带宽为272GB每秒 TDP为115W 非常的节能 和笔记本上的RTX4060规格异常接近 性能就可以参考笔记本的RTX4060 预计Time Spy跑分在1.1万左右 和RTX3060Ti接近 英伟达官方公布的FP32浮点性能数据为15T浮点 3060Ti为16T浮点 性能预计为3060的1.2倍 略微有点无语啊 那两块新型卡对于旧电源支持也是比较好 除了低功耗以外大部分为8PIN电源 这里就不点名PP某3050的8加8PIN电源了 PCB长度大都在18厘米以内 ITX用户狂洗 短卡厂商在哪里 别有搞什么全员三风扇啊 好了以上就是RTX4060和RTX4060Ti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觉得这波卡是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都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中讨论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支持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